大家好 欢迎来到地理娱乐局 说起地球上的银口 已经超过了70亿 而中国银银口就有14亿 这是官方说话 具体有没有14亿银口 谁也不知道 可以说 每一个角落都有中国银的身影 无论是工作还是旅游 不过有时候这只是一种比喻 因为咱有一个地方 中国银可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国家 不仅如此 很多银都没有来到过这个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国土面积几乎没有 银口数量也少得出奇 这个神奇的果度就是摩罗西亚共和国 摩罗西亚共和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有点神奇 说它神奇 因为这个国家 其实就在美国领土之上 它的四周都被美国领土包围 位于美国那华达州的一个沙漠之中 我们可以称之为果中之果 据说 摩罗西亚共和国成立于1977年 它的国土面积和银口 非常可怜 国土面积 只有0.025平方公里 如果换算一下 大概就是25000平方米 这是什么概念 一个足球场的面积 大概是7000平方米 意味着这个摩罗西亚共和国 只有不到四个足球场那么大 而银口也只有6个银 如果真的可以算作是一个国家的话 那么绝对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秀真之果 不过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国家 虽然面积小 银口少 可是摩罗西亚共和国 依言坚信 他们拥有自己的宪法 还有幽局 银行等基础的设施 甚至还有海军 好吧 处在那华达州的沙漠之中 居然拥有的军队 不是陆军 而是海军 早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不过 这个国家只存在于 摩罗西亚共和国自己的六个银心目中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没有和他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 也就意味着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不会将其作为一个国家来看待 也就是说 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应可 摩罗西亚现任的总统 叫做凯文巴夫 他原来是美国陆军的一个士兵 会议以后 曾经在那华达州的国民自卫队效力过 不过 只是一个文字而已 他原来领导着五个追随者 不过后来 银口继续壮大 目前已经有32银 这个国家居无定所 一直处在流动的状态之下 刚开始建国的时候 居然是在欧洲 后来慢慢地 迁徙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 位于美国的那华达州的沙漠地带 他们甚至还给自己设计了果旗 果旗是有蓝白绿三种岩散 这种性质的果旗 是很多国家都采用的三色气模式 只不过是眼神 和排列的社序稍有不同而已 据说蓝色代表天空 白色代表沙漠 而绿色代表森林 虽然只是一个从来没有被国际社会应可的国家 但是这里的人们 独信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有着主权的国家 甚至国土也会随时迁移 从最初成立时的欧洲 来到了现在的北美洲 不过对于美国人来说 这种无上大雅的行为 反而给当地带来了很好的旅游手入 摩罗西亚共和国的野心 虽然国际社会对于摩罗西亚共和国的存在毫不关心 即便是在其境内的美国 也都是当成笑话一样来看待 不过 所谓的总统凯文巴夫 却并不这么因为 他不顾其他人一样的目光 已经开始制定自己国家的未来大计划 虽然银口不多 但是凯文巴夫总统有着宏大的计划 其中有一点就是扩大海军的规模 虽然有些荒唐 不过鉴于这个共和国经常迁移的特点 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迁移到某一处海边 成立海军还真的是破载眉睫呢 另外 探索外太空是现在很多国家的梦想 摩罗西亚共和国自言也不例外 总统制定了属于自己国家的空军航天基地计划 因为比较独特 所以也有一些游客对此感到好奇 所以会特意来到这里参观 不过 想要进入 就必须要进行入境旅行的申请 虽然因素不多 不过与全体国民因素比较 也很是可观 最多的一年居然有109个游客 参观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小时 毕竟国土面积太小了 三小时已经完全足够了 世界真奇妙 摩罗西亚共和国的存在 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虽然没有别的国家会成印 虽然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土都没有 虽然人口连之深的繁衍都无法保证 但是阻碍不了凯文巴夫总统的梦想 只是分享 既要有趣 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 既好玩 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直升 最后 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